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员围棋频道 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 2002年 湖盘杯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 今天是第六盘 由我们前面五连胜的 吴一鸣四段对阵韩国的精彩音棋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那是 王浩阳棋段 王老师您好 邱老师好 观众朋友下午好 吴一鸣前面发挥的 吴一鸣非常出色 吴一鸣让我们对他都刮目相看 虽然说 之前也知道他实力不俗 但是他能够五连胜 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有些经验 有些经验 这个表现很经验 其实观众朋友如果细心地发现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三段 刚刚升了四段 下比赛之前还是三段 刚刚升了四段 这是在渠州的比赛地 国家队就整个拉过去训练了 这是吴一鸣 年轻的小将 06年出生 目前还只有15周岁 前途无量 可以说 应该说是应对了各种的场面 之前的舞局 是的 可以说这疫情期间 绝对是没有把时间白白的荒废 都在刻苦训练之中 所以这个成绩才会这么出色 是的 今天这个韩国棋手金采英上场 这个金采英之前是夺得过吴清源女子比赛的这个世界冠军 这个实力不俗 后方咱们的研究强大的研究阵容 是的 是的 没错 好 那我们先来看齐吧 好的 这个今天这个实力确实是精彩英 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位棋手 就是咱们这个强大的研究席会不会觉得这个小魔女啊 这一只赢自己也没上场的机会了 这个会不会寄养难耐呢 估计他们都在那里的话 大家都会在一起训练 所以也不会存在没有比赛棋的这个问题 都得练 是 这个棋就是说前两天不知道超老师看没看这个棋 我是陪伴这个小魔女已经走了两天了 应该说是 就是说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布局经常是这么下 经常是这么下的 那么昨天呢 因为这个对手这个谢一鸣呢 他换了这个小木 他等于去挂脚了 就今天我们金采英他换了这个小木 那么他现在他他也不来这个 他换了一招 换了一个咱们昨天孤老师的这个这个布局 换了一招 因为他如果说只可以他永远是下这个的话 那人家肯定会对他有所准备 有所准备 是没错 因为这棋呢 虽然叫世界女子围棋争霸赛 其实就三个国家的擂台赛 对擂台赛 其实是擂台赛 就是说那金采英肯定也会看他之前的五盘棋 会知道他直黑的黑布局 他喜欢下这个 他肯定会有准备的 毫无疑问 那今天如果说变招的话 可能有点出棋不易 是 那么现在白棋挂脚 这个 那黑棋就一间高家家主 这个一间高家好像现在突然又流行起来了 没错 就是我就发现就是说咱们这个棋特别有意思 突然一下子好像一个感觉之前很复古的棋 然后突然一下子又流行起来了 对 然后流行一段时间又没了 然后又流行一个别的 这个是什么现象 就是说我有点不太理解 可能是大家下多了以后对里面的变化 不能说穷尽了 可能会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中刀的可能性会小很多 然后就又换一个 又换一个 就是说大家那就又换一个 就突然发现他这个家就特别特别的多 就之前其实一段时间已经感觉上已经荒废了 就没有了 对 然后突然现在又多了 现在原来的话这个棋好像白棋拖了之后 拖断吗 拖断是特别常见的一个变化 我记得是不是原来在那个时候 好像阿尔法出现的时候 就是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拖断 就是如果你走这的时候才拖断 然后我关键是我自身经历还跟他就是这么还下了一旁 那么我当时我是打吃 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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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棋它打在这 然后我吃 当时我以为这些还是可以的 就是以前都是这么走的 结果他来了个这个 拐痴 他来了个拐痴 然后提掉 肯定提掉了 他再贴起来 这就是阿尔法当时他刚出来的时候 他这样下的 这还挺有意思 如果说你先贴的话 他是不是就要挡掉你了 对 他就是他把你这个子先让你提了 我再贴出来 没错 当时我觉得这啥意思 这吃起吗 没懂 就是本来之前咱们原来就是这个棋都是鲜铁 对 然后白黑鸡挡住 那么白的提 那不 然后黑的长 黑的长 然后白棋逼下来 这个棋后来然后靠出来 然后白在这个什么顶段 好像是有这么个图 有这么个下法 就很复杂 但是好像黑棋能下成这个 这个棋型好像还是挺 非常挺拔 这个也是AI之后的定时吗 这之前 对这之前AI出现之前 之前的 就是我小时候学棋 学的这样的一定是 那么现在他不这样走了 他先拐吃一下 他先给你让你提了 回答一下 看着好像是俗手 对 看着好像是俗手 对 然后黑棋提掉 你提 我再贴出来 这样你这边 你不论是虎这个还是虎这个 你肯定不如刚才挡了长号吧 对 那么你肯定不满意 那盘棋 我好像我走了个这个 那被人家飞出来了吗 没有 他先跳了一个 先长了一个 先出头 先出头 然后我好像 硬了一个 然后呢 他再飞出来 那你这朵花 我怎么看着 不像是一个 一朵花的状态 对 就是 就是后来就 就 就这个下法就不行了 这个图 我觉得黑棋不太好 黑棋不好 我觉得黑棋不好 就自从这个棋 就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谁 就在网上他有32局的那个对战 我是在网上跟他下这盘棋 是这样 对 等于说现在等于这个下法 好像就不行了 被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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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黑棋是不是 现在黑棋有 现在走走这个 破断的时候应该怎么下 走这个 这是现在AI最新的这个出的东西 应该尝这个 应该尝这个 这个原来是不行的 是被否的 对 我记得有 原来被飞这个棋 这个棋本来是被否的 原来在AI出现之前是被否的 是的 但是现在又出来 又可以了 为什么呢 原来都是长的 这个棋 是 然后他挡下去 他就把这个吃了 吃这个 对 然后白的另一个 另一个我就挡住 就挡住 是吧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 有一个好手 断 如果你吃这个 我就顺势补助了 我就吃了补助 你正常 原来学的 咱们学这个 然后白再跳一个 当时吓成这样 我们觉得看 就是说 黑棋不是特别满意 摆在这个实地 好像挺可观的 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 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说 就是没有这样下法的 但现在他怎么着了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了 他变了 他飞的时候 飞的时候 他变招了 他走哪 这个棋 给你来这个 小街 这个你确实 你在咱们那个时候 是没见过 这个 就新定式的不太会 走这个 然后呢 你挡下来 是吧 然后我吃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你说 你再立 是吧 我提掉 那么你现在 你如果说 你要还原 还原的话 就是说黑棋 这个棋 比刚才那样 差不多 黑棋应该差不多 都差不多被提了 白棋这样 好像看上去 也差不多 这个吃着 吃得好像又不太 关键是 你看上去差不多 实际上不对 实际上这个地方 有棋 我跳一个 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对 你管 你倒虎 你倒虎 那我只有 打吃 打吃吧 你只有打吃 然后这个时候 我 一掐 我看到这个图 好像是觉得有点棋 对 就是说这就打结了 这局部就直接就打结了 也不存在缓气 就直接打结 你不走 我沾上活了 没错 你提前 我脚结提回来 就打结活 所以一跳 就打结活了 这个棋 是的 那么不行啊 白棋 我打结活 辛辛苦苦 我在这经营了这么久 还吃个打结 这外边都提成这样了 那么现在你不能跳在这 那可能最多 你就是补在这 或者补在这 补在这将来 它这个还是有味道 立下来 可能补在这 或者拐一个 就是这样的话 跟原来咱们 这个定时 就亏了 这脚吃得多艰难 因为它下个 这么坚实的形状 还怕以后将来 这一代有借用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 等于现在 黑棋有一尖 像是这样 那白棋 它也有对策 它立一个 送死 还能立一个 对 然后它打上去 就是你突然觉得 很神奇 昨天我们就是 昨天我们一会儿 第二盘棋 我们要讲解 王中王的比赛 昨天我们看到 李轩豪的 这个凌空一袜 就已经很神奇了 现在这个棋 就是天天就很神奇 然后呢 黑棋也虎 为什么黑棋虎 这个黑的 如果吃 白棋它刚才 它尝在这 它尝一个 它挺难受 尝的话 它现在因为有 恰吃打吃 如果你补一个 它就是说 它虽然补的 不是很好看 但它也算 先手补住了 没错 所以说黑棋 它也不吃这个 它虎 它虎 你冲 我给你断了 我给你里面杀气 我让你打成 我给我打成鱼形 然后 然后很麻烦 这件事情 关键是很麻烦 这脚吃起来很麻烦 这只能爬 你要爬 可能就出奇了 我一般 它只能跳一个 对 你只能跳一个 你想吃我 那这就全联不上了 然后呢 就黑棋冲 冲完了 扑一个 然后扑完了 吃一个 把那一串就先手把它吃了 对 你把这个走 然后吃掉 对 大概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 最新的一个 拖断之后形成的一个变化了 这算是 就双方都能接受 就是拖断之后 可能双方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了 但总体下来 黑棋这一方 稍微满意 就是结论 黑棋还不错 黑棋还不错 就外面这一方还不错 因为黑棋是先手 白棋是后手 局部手术呢一样 就大家手术一样 那么白棋木树的确比黑的多 但是黑的这个发展 它的这个面 明显比你这个地方 是要大很多的 就你木树可能不及 它这个面的这个威力 没错 如果你说到中后盘 像成这样 可能这个实地可以 但是你刚开局 可能是这个面更重要一些 对 而且现在是黑棋先手 轮到黑棋下 这个变化图感觉还不错 刚才这个小肩 很关键 然后这个立一下 然后白棋夹住的时候 要虎这个 都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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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步棋都不能错 都很关键 是的 等于吃 吃它立 然后黑棋一挡 一挡 再给我们爱好 再摆一遍 那除夕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要虎 你不虎 被人家尝一个不舒服 对 是吧 要虎这个 然后是怎么 是先冲 是吧 我不知道 然后我不知道 是吧 人家你来 就是这个棋 就是如果我再来一遍 可能还记不住 咱们就是你来 如果这样的话 肯定不对 被它接回去了 是吧 对 所以说它冲 冲的时候 然后一起断 对 它一打吃 是吧 我这个次序没错了 它粘上 然后它拐打 拐打 这个都必须的 对 这个时候呢 爬一个好像 要爬被一搬 里面就有棋了 对 出棋了 你一搬 我搬完去粘上 这断这个作业 你这个气紧 对 不便宜 搬的时候 即使当弯一个 也烦有打结了 对 那么白棋想净吃黑棋 就得跳这个 他就冲了一扑 对 他就冲 对 挡住 他利用这个金鸡独立 白棋能黑 把黑的吃了 要扑错地方 然后打这个 对 提掉 今天我又学了一个新定式 这个定式还挺好使的 你觉得真的是挺好使的 是 下成这样 下成这样 黑棋满意应该说 黑棋外面这一方满意 就是外面这一方 你也可能白了 也可能下成这样 就是外面这一方 当然这个局面还早得很 还早 这期肯定还早 因为白的实地还是可以的 是的 黑棋非常的厚 对 这个变化图 这个变化图还是比较实用 应该说 然后 等于现在呢 他俩肯定是知道的 对 他肯定很清楚 他俩肯定很清楚 他手练了 对 然后等于实在呢 白棋就脱先了 大飞 手脚在这 就昨天看了我们这个天元直播的 就是说应该看到李轩豪 连续的脱先之后 然后在黑的这个阵势当中 就 如鱼得水 李轩豪最近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骑着 突然就觉得长了一大块 好像 成绩也特别好 然后又升了九段 杀入了决赛 期待他在这个国际大赛上有更好的表现 听说韩国的骑手 就是以木真硕为首 因为木真硕是他们的 对 是的 是他们的教练 他们说是强烈关注李轩豪 白棋小飞 小飞 黑棋靠住 然后白棋马上就长出来了 这个棋我确实第一感 我觉得咱们这个小魔女黑棋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实战金彩银 这个马上就长出来 我感觉就是说 这样去活一块棋 黑棋肯定是满意的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就你靠的时候 可能黑的白的再脱先 再次脱先可能好一点 它马上出来 我觉得不便宜 这个棋 就是靠住的时候 把棋就干脆脱先干别的去了 这个棋因为你看 现在爬 然后它一立 然后你挡住 然后它再一立 这又得挡住 不挡住的话 这个脚 经典死活 经典死活体 经典死活体 飞了往 冷静的往回一并 它要活的话 必须得 先个现场 这个是特别经典的 一个死活体 经典死活体 走这个 然后它再一搬 它就尽死了 所以说白棋 它得想办法 得先搬到一下 搬到一下的话 搬到一下 就是说你可能 火也输 就是 这里面是个打结杀 是这样 打结杀 靠这个的时候 对 那也完全不能接受 扑的时候 它可以打在这 但是完全不能接受 对 所以得挡住 但挡住这样 这个棋我感觉 黑棋还是很完整 这个棋说实话 其实黑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它就比如说 我就 粘住 最老实的 我觉得粘力挺有价值 这样的话 将来搬粘 就这一排 这一排子 好厚 这个威力 我觉得白棋 这个搅换 肯定是不便宜 好厚 确实 实战呢 小模拟 它是出先了 它觉得粘上 你这个棋 它缓 我要有魔法 我这个 都得拆一边 拆一个 但是呢 你这棋 我觉得它不粘啊 将来白的冲断 就这个棋 如果一旦黑棋 形成模样 白的一冲断 可能就瞬间 把你的模样化解了 对 就它不是说 我冲断 我能吃你 但是我冲断完了以后 你可能 你的模样就没了 你走成这样以后 然后呢 我就简单的跟着你下 那怎么叫 棋从断出生 我断两个 我跟你吓着吓着 你这个棋模样 就瞬间就没有了 所以这部棋其实 就是很大 其实不要看着 好像挺傻的 是的 其实就自己粘一个 对 自己粘一个 好像看着挺傻的 其实挺大的 就粘完以后 就你就非常完整 对 它再也没有任何 利用的空间了 这个地方 是的 没错 像这种 自粘一个 王老师是不是很喜欢 我是很 我这个我肯定很喜欢 主要比较软 主要棋比较软 对 也不是说比较软 应该说比较均衡一点 然后黑棋飞上面 把棋刮进来 反正当目前为止 反正布局 我们觉得 这个吴一鸣同学 还是可以的 对 是的 可以的 尖顶 长 然后黑棋的选点 就得研究研究了 应该肯定是要加工它的 是的 就是看加在什么位置 现在这个棋 下在什么位置 这确实 这有个冲断之后 就觉得这个加的位置 对 有点困难 因为它什么时候冲断 这一代可能都有借用 有一些手法 实际是怎么在这 它加的高加 高加 紧夹住 对 是的 然后白棋大跳 白棋跳 小尖 小尖 这都是正常的变化 不彩 这 采英 采英这个 很凶猛啊 他可能觉得 你这儿有个冲断 欠个冲断 所以我打进来是很正义的一手 很正义的一手 这个棋 其实 能不能行啊 这个反正挺凶的 就是我觉得金采英 说实话 他如果作为他 这个前辈来说 就毕竟还是大了 差不多十岁吧 对 正好是大十岁 他是96年出生的 就是他作为一个前辈 又是这个世界冠军 棋的棋手 他就主动去出击 跟对手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去作战 其实我感觉 他放下了这个心理的包袱了 没错 没错 他棋该怎么下就怎么下 他放下心理的包袱了 那这个棋 他如果真的一旦放下了 咱们今天这个小江 有点悬了 有点悬 说实话就是说 现在咱们这个小模拟 现在气势很盛 说实话气势很盛 是的 但是本身 他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实力上的差距啊 咱们要承认 肯定还是有的 没错 毕竟这个金彩英 也是咱们中国举办 这个无情元碑 事业女子的冠军 而且他当时是赢了崔金 2比0战胜的崔女王 对 你想 这是什么水平 是吧 咱们小将虽然现在很猛 但是你说 跟他们这种成名已久的 这个世界级的棋手下 肯定还是要落下风 没错 确实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有冲劲 对 有冲劲 然后如果说他这个棋手 有这个响应 怕出这个包袱 自己在里面 那个棋就容易下的变形 那样的话 咱们就有机会大了 但是我看到他这部棋 打入进来 我感觉咱这个 是不是得加油 我觉得 因为得加油 得替他鼓鼓劲 对 得鼓鼓劲 那这棋如果说不打入的话 白棋怎么下呢 就如果说他有包袱 可能是什么 就靠长一下 或者跳一跳 就是咱们把这个棋 战线拉长 然后松缓一点 慢慢来 可能就是他可能会这样选择 他这个主动出击 我真觉得 我其实挺佩服他的 说实话 我觉得挺正义的 说真的 挺正义的 但是说有的时候 他如果一旦心里 有这份压力之后 他可能就看不到这种 就是说正义的这种下法 是 没错 对 看起来精彩音 今天状态还不错 就是看到这个打入 反正咱们得加油 得替 吴亦敏加油 小魔女 可以去拖一个 这其实是拖的吗 拖 我怎么感觉是一种 防守的状态 拖好像 拖应该是一种防守状态 就是他希望你搬了 我退 这样我能过 对 是的 要不你这样 你就算了 就算了 就低感肯定还是 还是正正常的去 迎战 我觉得还是这样迎战 说实话 其实如果担心 白的冲断的话 担心白的冲断 担心白的冲断 就长一个 如果我就 硬一点 给你来硬的 就是来硬的 你长过来 长吗 你长过来 我挑一个 考虑压一个 压我一个是吧 其实我这三个 我也不是完全 就是说一定 你也可以 对 我就担 那就 小肩 然后我就 再跳一个 我觉得压一个 对这边的旗形 也会有点影响 比如说 待会断下去之类的 这样反正说 你要费劲 九牛二虎 把我吃了吧 我把你这个地方 再威胁一下 是不是也有可能 搞不清 这吃也 不太好吃 这个 怎么个吃法 说实话也不太好吃 怎么个吃法 就是说它其实拖在这 和这其实大同小异 因为你拖 说实话 如果我们看成这样 如果它斑完冲断 你还是长的 那它一斑你 对 你可能得 就是 使用这种 就是说 它其实 它不见得白气 会在这继续下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不如跳一个 这里还有个斑 对吧 你这样的话 你的旗形 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相比于这个拖来说 我觉得这个跳 更有攻击性 我觉得 是 对白气的压力 会更大一点 是的 它就是不是很在乎 自己这三个子的生死问题 对 实在不行 我也可以气 要看清这三个 实在不行 我可以气 要看清这三个 实际上这个 我觉得可能稍有疑问 拖的时候白的冲断了 白的就不用白 因为白的基本上是决先 没错 那么这个时候 就我们 也不能发力了 没办法 只能补回去 这补回去的话 虽然说它连的比较好 但效率不够 因为你这地方 你回不去 你如果本来两手棋 如果能这种连的话 你可能效率会高一些 这样你虽然连的厚 但是效率有可能不够 对 然后这个时候 白气发力了 发力了 就是 担心 就是说 你看到这种 一出手 这招 还是挺犀利的 对 他招招 不理你后脑勺 招就很犀利 就是说白气的 白气对 这一片地方的理解 是他觉得 黑气是很薄弱的 对 他之所以能够 这样出手 不要以为他就 他觉得他好像 战力很强 对 他欺负你 他觉得你是薄的地方 他是应该的 进来 对 他这个气力很清楚 对 他很清晰 他气力很清晰 是的 就是在这方面 可能咱们的小问题 是 没错 是稍要弱一点 对 这个战斗 我也觉得黑气 不太有利 说真的 挡下来 然后 黑气扳 黑气扳一个 白气扳 这就有点为难了 我看起来 就这气 我感觉只能补这 长一个是吧 我觉得只能补这 说实话 这个气 补这会是 会怎么样吗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你会扳过吗 是不是有可能扳过 扳过反正我就粘上 你虎我就给你扳住 扳过你就粘上 我就粘上 就这样 你虎 这样 不能吧 我得把这个头出去 你尝出去 对 头我得出去 你出去 你说虎还是粘 那我还不如打了再贴出去 这样会不会 打了贴 打了贴 我可能我就拐吃吧 把我吃掉了 我再扳过 蒸子是不是 蒸子好像蒸掉了 有力 蒸子蒸掉了 那么我再扳住 我再扳住 这个旗 我觉得黑气重心 得把这个 没错 这边暂时放一放 还好 就这个地方 我觉得黑气不能再发力了 对 这里黑气要防守 对 你要防守 黑气是弱的那一方 你搞清楚强弱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时候 这个实战 我们小蒙女再次发力 这个虽然很勇猛 这部气 但是很危险 我看起来有点悬 很危险 他很猛 对 这个实战 这个棋 精彩一下的很好 打了一三贴 他就把这个地方 所有的先手 所有先手都保留 让你选 就难了 这个地方 这黑气好困难 就很困难 就是他这个 就左右有点为难 就是这个地方 白气的利用 实在是太多了 没错 关键是 你左和右 哪也不能死 你说这四个死了 太大了吧 这俩死了 也不对 当中被抽通了 也不行 哪都不能死 那怎么办 实战可能是 可能唯一的 解决的办法 但是说实话 这个你看 这个金彩英 他这个一单冲 就是吓得 非常有味道 他也不是说 单单纯的 就只是吃你四个 这么简单 他是说 我要把这个 投出去的同时 把你四个吃了 就是你已经 黑气感觉 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就只能冲 要不然这被一沾 就没法看 就只能冲 只能是下成这样 还在一吃 这基本上就 这已经没了选 划山一条路 说实话 对于黑气来说 但是我们看 和刚才 就是我说 这个黑气 如果咱们尝一个防守相比 这个子 你断上去 这个子被拔了 然后这个地方 说实话 你本来 虽然吃了两个 但是跟你尝的话 其实你现在这个头软 对 你也动不了 然后这个地方 被冲出去了 就是整体换算下来 还是亏了 应该说 还是亏了 就这个地方的处理 确实金采赢 就是展现出来 这个世界一流女子的水平 对 他对于其的理解 还有他动手的方式 都是无懈可击的 无懈可击 都无懈可击 接上 接上 然后白气长 就可以说 他这一代的处理 应该说和咱们 就是世界顶级的男子棋手 也就这样 相差也 也就这样了 我觉得他还能下的 怎么再好一点 我也不知道 他确实很强 确实精彩 人家拿那个世界冠军 绝不是 他关键不是一次 他在韩国国内 也把崔晶2比0过 也是决赛 非常厉害 就是现在崔晶 见了金彩英 就很头疼了 说实话 崔晶现在他不怕吴有珍 他就怕金彩英 他拿吴有珍 好像特别有一张 对 但是他对着金彩英 他一直都不高 一直都不高 对 看起来 金彩英 他对局面的理解 非常的清晰 我觉得 这个非常关键 现在白气往回拆一个 而且这个棋 说实话 金彩英反正放得很开 放得很开 他心态也很好 对 也没有什么包袱 说我对到你了 我就必须得赢 没有 没觉得有这个 好像金彩英 参加这个 能参加这个 湖盘杯这个女子赛 也是经过一段波折 就是他能最后 搭上这末班车 其实他还是很幸运 你来说 就是他及时的 就是抵抗了病症 然后他就是 因为现在也知道疫情 对 他韩国的话 控制的话也是 因为战胜了这个 然后很快 然后再搭上这个末班车 所以他感觉这盘棋放得非常开 到目前为止 这后面还有 除了金彩英以外 韩国还有就是吴又珍和崔金 是 都一个比一个难下 其实昨天啊 昨天其实有猜测 今天就是因为现在 小莫女士都太好了 那么韩国队 他是该怎么去派这个派兵 潜将 说实话 按从他位上来说 他们说这个还是金彩英 该上 该上 但是但是我昨天我在想 也有可能派吴又珍 不是没这个可能性 是的 派崔金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崔金一旦说 是吧 这个 那么他们就没底了 对 但是吴又珍我以为是有可能上 因为本身他俩期也差不多 但咖位确实吴又珍要更好 更高 是的 所以现在今天这个期 会很累 但是 是一场苦战 苦战 确实 很不容易 把一些点 点 就感觉一直在冲击你 对 一直在冲击你 一直在冲击你 他才不罢手 对 让你轻易地跑掉 他绝不 走这个 飞一个 就好像他就是那种 可言可谍 就是又冲击你 然后你冲击到了之后 我又可以很淡定地再回去 这其实 飞机不能往这边贴吗 我就感觉 往这边贴的话 看着半天 往这边贴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他就尖一个 就是小尖 那我就 你挤一下 挤掉 挤掉 然后顶住 这争取的问题吧 如果争不掉 好像 争取 争不掉吧 那争不掉 那可能直接被断了 现在 其实他不断也无损 比如说他就点一下 就是你走 然后比如说我就尝一个 其实他也把你的骑形冲的 也是七零八岁了 是 因为他这个双弯以后 这个头其实对白起来的时候 出头已经有帮助了 这几个 那么现在你白黑骑这个骑 说实话也挺 就是骑形也挺难受的 也挺难受的 我 我就想到 如果是我 我可能直接就把它断了 就断了是吧 对 他争不掉我 他怎么办 断了 断了 断了有点那个傻 过于直接 对对 咱们还是 咱们稍微和平一点 对 和平一点 和平一点 白 对 长 飞 对 震出来 黑棋大跳 跳出 分段白棋 是的 这个地方不能被白的连上 连上的话 黑棋 关键是白的连上以后 这地方 出来 你这还有可能没有火 你这两边还有一点担心 是的 然后白的飞 白棋先飞出去 嗯 白的飞的时候 黑的 自提了一个 就显然是 看着人家毛病 想要白棋补吗 很冷静 但这首棋 哎 怎么说 这 就 人家不 现在不会长的地方 你去提了一下 主要是提这个 你将来这个地方 要不要打一下 那很难说 就你本来 他如果没这个提 你打我提在这 你这个长 可能就不成立 嗯 就所以说 其实他这 你这个打一下的话 你这个提 就因为白棋打一下 这底下是活棋 白棋 这个打是先手的话 打你顶住嘛 他将来扳虎 你沾上我一粒 这是活的 扳虎是绝对先手 对 这底下 那活棋 其实他这个病 他这个断点并不可怕 嗯 作为白棋来说 这黑棋显然是有点 不知道应该怎么下了 我感觉他 嗯 他这如果说 他不走这个的话 他是担心白棋 直接就给他尝出来了吗 他尝出来 但他也是活的 暂时他也是活的 就是他冲 如果说 他拐这个 是这意思吗 拐这个 我 我这个扳一下 本身 我是不是也是活棋 这些 我扳一个 扳站完了 我就跳一个 嗯 比如说我现在 我不提我就扳你一个 你会猴吗 你也不会猴 你还是挡住 这个猴一个爆亏一堆 爆亏一堆 亏了不然一点点 对 你应该是这样走 你这样走的话 那我黑棋将来 我就走一个不是活的吗 对啊 是活的 活棋 你常穿 是不是也 关系不大呀 嗯 我觉得 对吧 但是他 打完了 他会不会有可能脱先呢 你脱先我就打结嘛 那我总比放在这个墙 是吧 那我总比放在这个墙 没错 他自己一个还是 好像这个时候觉得有点 还手 嗯 就主要是 他是不是没有注意 这里下黑棋 白棋是活棋 他想看看你的毛病 他让你自己补一个 嗯 他是没有注意到 白棋是活的 有没有可能 然后白棋飞一下 飞 他来冲击你了 就是他冲击的话呢 我觉得他这底下的 这个死活是不是 有一点 这就不太明白了 他先打了一下 嗯 嗯 然后冲了一下 然后冲过来 是吧 打吃 让黑的打吃 摆在沾 摆起鸡叶上 嗯 小尖 先把它分断 嗯 你看这个金采印非常狠 他在活气之前 先把这个该便宜的便宜 全走掉 是的 对吧 我活了之后 你就打不到了 再也打不到了 把这些都走完 冲吃 都走完 我再活 嗯 再斑 嗯 很好 活得还很舒服 木树也还可以 四木齐 不我看了半天 他这个 他这个斑 人家还可以打住它 对打住它 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街上我就 补那儿就行 反正补一个 对 你靠进来 我就夹住你 你还连不回去 对 就算你这个也不行 全是借不归 是 没有用 这太郁闷了 我还想到底下是不是能折腾掉 这样等于黑棋花了一手棋 这个地方下了很多个单关 但被白的这手棋活了 还有木 然后黑棋现在这里 这个头被跳进去了 白的打两下 对这边还有一些帮助 所以这一串 我觉得这个小魔女 我觉得对这个地方的死活 好像 他看错了 他可能没注意 没注意 我想就是没注意 他觉得这里下 他应该没活 让他 他没注意 人家走一个活了 是吗 对 应该是没注意 这棋基本上 到了三点半的时候 肯定是已经都进入独秒了 我们走一个 不知道他是不是用时尚会有点关系 因为这个棋是 每方是一个小时 然后是一次 一分钟独秒 不能过 过了就 超时了 超时 判斧 玉石才定半 斑一个 连斑 连斑 就白棋非常狠一下的 他希望就直接给你 把这里面封进去 这样外面 黑棋肯定是不能轻易的 让白的封进去 对 全封进去的话 这白棋外面太厚了 这一袋将来要进去 很辛苦 对 冲了挡住 打吃 这是什么呀 断 断了 白的长 弄打吃 这样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太明白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 他想干什么呢 我怎么看来黑棋这一块棋 怎么这么悬呢 看着 这个地方能把白棋夹住吗 夹 夹不住 是不是夹住 能夹住吗 他哪个夹住 什么地方夹住 比如我贴一个 贴一个 我先把这个打了 你打 是吧 然后我粘上 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杀你这个 能不能杀 就是杀不掉 反正我这块棋就没了 就是 能不能杀 就是这个地方 危险 哇 这个有点 有点猛 是 感觉 他就可能单 自己粘一个 自粘是吧 对 自粘一个可能也不好杀 但这个棋说实话 就是黑的如果不这么下的话 黑的怎么下呢 就下成这样以后 不太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棋 如果不这么下的话 怎么下呢 看起来黑棋 好像有点 枪法有点乱 它贴一个 贴回来 人家打到这 这个应该是独秒了 这个棋 是 跳在这 这个棋应该是独秒了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一段冲击 应该说是毫无所获的 这里边的这个情况 是活的还是没活 也未可治 如果可能挤一下 就跟别人补一个交换 应该是不是活了 还是说 也将来 这个好像活了吧 看着 这个再不活 我简直是 就肯定也比较难受 这样还不活 我没法过了 也比较难受 也比较难受 但是如果没挤的话 肯定是不活的 这个棋 就如果你这个挤 不算黑棋的话 这里边肯定是没活 那么你只要挤一下的话 我 靠 靠在什么地方 我就搬进来 搬一个 你这个棋 挤一个 你挤这个 我就沾完 接一下再靠这个 对 就靠这个 应该是没有活 这个地方 这个棋 这个能力到吗 力应该是先手吧 力 难道是后手吗 好像不一定 不一定是先手 不一定是先手 这个搬粘 如果没搬粘到 就不见得是先手 有可能是后手 那后手的话 那确实可能就 应该是没有活 这个棋 如果再挤一下 这外边 损失过于惨重了 白的这个地方 挑完以后 这个地方应该 问题不是特别大 那这棋 感觉很危险 我也觉得有点危险 看看它 接下来怎么下 配器跳出来 跳出来 把它冲 把这个补了 这也很大 然后尖抽 尖抽 瞄着中间 这几个子 人家下得很稳健 可能金坦言 说我这是先手 对 你这还不应 我肯定要动手 对 我可能这是先手 你这还不应我吗 现在黑的飞这个 这很拼 这个 这就确实 从招法上来看 我们也知道 这个小模拟现在非常拼 他肯定是觉得 自己形式不太好 但这块棋 应该是没活 说实话 我感觉 应该是没有活 这白的怎么杀 我们再看看 这个棋 这有点拼 人家还下得很结实 先尖一下 可能这读秒了 一时半会儿 也没看清楚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杀他的 然后再点 来了 动手了 靠一个 靠这个 靠一个 动手了 靠这个 靠这个是什么呀 我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顶一个是什么 顶一个 它实际上是顶的 这样可能能活 那可能能活 是的 就是 可能是一种 断尾求生了吧 就是白的把你吃了 做活了 就这样 然后点 双方应该都堵秒了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这个棋 对 我觉得白棋 也挺乱的 下的反正是 对 一堵秒了 也看不清 也看不清 反正我就堵 你吃不掉 我就完了 对 白棋把这个补活 黑棋尝一个 黑棋尝一个 走一个还是很大 就是说白棋肯定亏了 这个棋 你靠一下不动了 你让背一尝肯定亏了 是的 你本来这个棋 黑的他自己补 不知道咋补 你现在我一尝 我已经活了 你这地方还欠个冲 肯定是亏了 这个棋 所以说 现在金彩莹 它也有点乱 也有点乱 没看清楚一下 这死活 肯定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吃 吃人家一块棋 总是不那么容易的 对 它其实招法也有点乱 这得拼搏 这棋不立的时候 你还要花手棋在里面补 肯定是不行 反正看不清的 我先不补 看不清 看不清的先补 尝进去 拐一个 拐过来 连扳 行 拼的 这个拼的够狠的 拼的够狠 要不然的话 你尝一个 这全没脸上 是 搬住 拼搏 拼搏 挖断它要求 接上 接上 顶 白的还顶 是啊 白旗这期我以为 它就贴过来算了 这期还要顶上去 以为把这个 罩住可以了 是吧 我以为是贴住就可以了 贴这个 其实贴这个也够大的 我感觉应该是 这个如果全尾上的话 好像 也是 但是白的反正 实战是贴上去了 够拼的 够拼的 这个时候都已经 反正判断也来不及判断 也判断不清 断了 估计处于这个 头脑发热的状态 那么现在就是它顶 也不给退路了 说实话 你这个期它也不给 黑期退路 如果可以走这个 是吧 它第一 那肯定要拐 拐也能拐 就比如说我就算再回来 我这顶一下也 也没少便宜 本来你打一下 就基本上完整了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白棋 单顶一下 这个棋怎么样 这个棋 这做点 如果粘上 如果说粘住 假如说这样子 如何了呢 木怎么样 这地方主要不知道 咋点 这是啥 这冲是什么情况 就这个地方 可能白棋觉得 我不能落后手 落后手 被你冲 它得 它得先手把这个粘上 所以说它这些 我得顶上去 我争取 先手把这走回来 这个冲的话 冲完了是打算 冲完打算 就是怎么走 打算跳下去吗 我就下去 如果我下去 这个也够狠的 你能不能挡住 这个棋只要下去了 完全看不清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白棋不能落后手 他还是觉得 对 这个战是非常大 巨大无比 这一首棋 那早知道刚才不靠它 肯定不靠 就是 留着 就是他肯定独咬 先杀上去 杀上去 人一走 又看不清 万一走后手 然后再回来 又看不清 一堆乱的 一头乱麻 所以说 我们说 咱们女孩下棋 这个胜率 不做数的 这个棋到了后面 再财健分享 是 不做数 最后一首棋 90个点都有可能 本来90% 掉到了 可能就没有了 最后一首 就是说 它有可能 有些地方 你看起来 90 其实挺复杂的 其实挺复杂 不是这么容易下的 现在说 虽然看咱们小舞女 胜率是不太乐观 但是 拼搏中 对 这棋还早 来去搬一个 搬 可以先冲它一下 冲一下 把白的沾上 是吧 对 白的如果反击的话 那肯定就冲断了 就冲 对 冲了断了 冲了断 这个图好像 感觉黑起还不错 这个黑起还可以 这个吃 这大亏 那你吃了 比刚才这个 插的 不知道去打了 这个不行 所以白的只能顶住 然后把黑的打 白的再爬 黑的应该是搬住 提了一下先 提了一下 对 有必要先提一下吗 不知道 应该必要性不强 我感觉提一下 必要性不强 提了之后 黑起冲这个 冲这个 那要是冲这个 那提一下 是真的 必要性不强 就是一点 必要性都没有 这什么时候提 它也得粘了 这三个子 不可能会被你抽筒 而且它也不可能会粘 因为提 说实话 提完 如果白的走到这个 就是如果你爬到这个 那你提没毛病 对 但如果你被白的走到这 你这两个子挤一口气 伤还挺伤的 这边好像还差挺多的 还挺伤的 是的 没事别瞎提 这可能读秒了 读秒了 读秒了 赶紧一分钟 这一冲 然后白旗 白旗就挡这个了 是吧 就是他挡这个的 就是他 他的这个对局的 这个想法 就是我这地方 好像杀不掉你了 如果能杀 他肯定杀了 他不可能跑那挡一个 他觉得杀不掉了 这个时候 如果是我下 我也肯定先挡住 这先稳 先稳一个 先稳一个 不要找不清 就是因为稳完之后 对啊 我在下去多大了 白旗飞下来 白旗其实 他作战 还思路还挺清晰 我觉得他很清晰 就是他争个先手 把这走上 是的 他走个先手 把这走上 这边这一手旗也太打了 这手旗太打了 这手旗 这手旗 我觉得我粗估一下 大概40目以上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辈子这一冲 挡不挡 不挡好像也不对 挡了被人跳下来 怎么办 白旗主要 他将来接上以后 黑旗这个地方 他是连着的 还是没连着的 这个地方 如果说 我觉得他没连着 我这一顶 他是不是已经 要掉了 已经掉了是吧 顶他接在这 不是 其实你 如果你就算 最傻最傻的走这 我就单粘 然后一冲 是不是他就没活 应该是没活 是不是就没活 对 这里边是活的吗 不活 不活 他只能 或者你顶来 我就觉得 就这地方 感觉上 就是他粘完以后 黑旗这还没说清楚 然后他一冲 你都不知道往哪下 这个地方 所以这部棋现在 放在一个巨大的棋 没下 所以白旗他作战思路很清晰 他说我不见得能杀你 就是不见得要杀你 杀你万一我走完之后 我落个后手 我还在拐 那被你冲了 我先放你一手 放你一手 放你一手 陪他跳 陪他跳一个 对 跳 把其扳 这棋不走掉 是吧 不走 走掉不便宜 特别像跑了 先打掉 对 跑了打掉 赶紧把这个先打掉 对 跑了打掉 要不然一会儿有可能打不着 对 跑了打掉之后 这棋就搬下去 这棋 我总感觉应该搬下去 翘老师这个棋 你觉得应该搬下去 就我觉得 对白旗这个角 我还是念念不忘 说实话 你还想着杀我 我还惦记得搜刮你的 搜刮你的问题 对啊 你这个棋你要不走 比如说我搬 我就来搬一个 你挡住我虎一个 你走不走 你这棋走不走 你不走 我点一个 你看得清吗 味道太热了 我就问问你看得清吗 这个味道太热了 实在是 我看不清 我就说这一点 我看不清 是不是 那这个白旗 你说实话 这个感觉 如果你要搬我 我是不是还有连搬的心情 这个棋 我觉得可以吧 你吃了吃 我吃了吃吃 加了一档 感觉我这个棋可以 就是 这棋要搬下去 我觉得要搬下去 要搬下去 觉得这个棋 这得要挟白旗 你不能光想着做演 对 自己一个人做演 搬两只演 好不容易搭出来 然后发现 棋输多了 棋不够了 输多了 这个棋 而且这个跑 应该 不亏吧 你多了这个打 是不是对这块棋 有帮助 这个棋 你多了这个打 这块棋有帮助 对 是的 这个棋 但是说实话 独棋秒来 真的 确实是看不清 真的 真的 看不清 他们不是说这个 这个独秒 这个催人老 这个棋 这十九 王老师读 独秒功夫 我觉得肯定很强 是吧 反正我看女棋手 一般都独秒功夫 不太行 就是 大部分都不太行 独秒就有点晕 有点紧张 第一是有点紧张 即使你不紧张 你也得算得够快才行 就是说积累上面 可能还是不动 对对对 反应不够快 有的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有些男棋手 特别厉害 我都觉得太强了 这一独秒 这么复杂的局面 然后 还他全能下的队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那就是咱们这个独秒 咱们可以练 就是 像我们男队原来 反正 我不知道女队 不知道有没有 就男队反正 我们原来下双人十秒连棋 就是说我们下连棋 我们四个人下一盘棋 然后 每方就下 每一步棋都是十秒 是 就是十秒连棋 那十秒 那纯练反应 你根本就来不及算 十秒连棋 除非你能算多远了 但是说实话 你十秒 你至少 你就是你算 他个十几二十个变化图 肯定得算 要不然你这棋 肯定就没法下 就是 肯定得算 这真的是有点困难 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我觉得 这件事情 这个跳棋行 这个我们小模拟 没掌握好 上次应该搬下去 对 把这个打了打了 搬下去 我觉得这个棋要拼 就是这个棋 黑棋得跟白的拼 就一直得拼 对 你得绷住了 这棋得绷紧了 现在不能有点 把那一顶 只能粘在这太难受了 说实话 特别想虎 但是这被打吃了 是 就只能粘在这 但粘在这 假如说这下打不着 人家提到这 比如说算成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块棋 有点堪忧吧 我觉得黑棋 这不长忧 我没看清楚 这底下这只眼在哪呢 还是堪忧 有点堪忧 当然这是要他提到这一下的情况下 飞下来了 就是飞下来了 飞一个 那白色下得很清楚 很清楚 他下的是这个 飞这个 飞一个 那他就收冰了 这个棋 飞这个就收冰了 其实飞这个还不见得好 说实话 我觉得不见得好 肯定要飞 还不如飞这个 说真的还不如飞 这是眼见的木数 这个木看得很清楚 就飞一个 因为什么呢 刚才像丑老师说的 就是我希望你把这个都打 对 我就希望他把它 如果说你需要这不打 那你原地必须走那个 就是如果你需要这不打 那你看你飞哪个好 那我肯定飞这了 对 你飞这个 你肯定全都是木 你走这人就下去了 对吧 你飞在这有啥用 你飞在这没啥用 然后你感觉还是要飞 肯定还飞这个 就是他也有失误 说实话 他肯定也有失误 但是你说 没有那么精准 但他要那么精准的话 我觉得是下不过的 他也是有失误 估计比崔静还强 跳下来 小尖尖住他 跳下来 尖这个 这跳 我觉得是不是也跳那边 跳这个是吧 对 怎么看着他脚的问题 就是 我作为黑棋一方 就是我摄身处地的 我作为黑棋 我肯定得看着你这 我觉得这期我不看着你 我这期肯定难了 就是说 所以这个就是差距 这个就是差距 他肯定一心想要怎么作演 我很清楚他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 他觉得作演 他跳这边好一点 就我觉得不看着白棋脚上了 这个棋 黑棋肯定累 这就是差别 确实 肯定是累 这个棋走在这儿 被尖住 因为关键是 你现在沾上这个地方 有没有演 是令说你沾上它 主要它提在这儿 你肯定没演了 对 那提在这儿没演 你做活 它这个有可能变成先手了 对 对吧 那现在它的脚也好了 它多了这个尖 你本来你跳 它如果尖这个 你一沾上 这脚它看得清吗 这脚 那我看不清 我觉得反正 我知道我自己 我看不清 就是我看不清 就是我看不清 我看不清 我感觉 那你也看不清 估计金仔营 他可能也看不清 那这棋 那就拼了 有机会就拼了 就拼了 反正是 反正得拼 你老想着我做活了 肯定是不行 对 这本身形势就不利 没不起都得绷紧了 还是回去了 还是老实的作活了 就是怕死了 那是斑 斑完白信 选择了沾 没选择这个 这个太直大了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 这个棋 这沾很大吗 这个沾 这沾完以后 有棋吗 这里 有东西吗 看不清 它要点进去 还是怎么回事 要点一个 我想想 点这个 这其实点在这 点到这 被你唬 对 我一唬应该是 你点这个 你点了一尝 点了一尝 还挺厉害 好像看上去 好像不太细 觉得黑棋 有点难受 如果你要猴的话 我一挡下来 你这个局部 不像 不像是特别好活 就是特别 不像活的样子 看起来 对 但如果点 如果黑的靠一个 那白的仙丑 把两个吃了 也是挺实惠的 抽掉还挺大的 可能是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起 可能是 他认为 黑的下来 对 但现在下来 其实白的确实也无所谓 它现在像 它有两个眼 它活了 你就看看黑棋 让它打掉就好了 这只是单纯的木属问题 对 它就无所谓了 就算让你下来 还好 那是不是判断清楚了 是觉得这棋 就能赢了 对 它刚才你需要帮他 我挡你下来 反正我就是让你下来 那人家确实很清楚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一定得揪住白棋 刚才这项没打掉 确实差挺多了 打掉这个靠下来 就严厉多了 对 揪住白棋 顶住 顶住白棋 是不是就倒虎一个 倒虎一个 我感觉 还是另一个 它下了 先挡了一下 先挡了一下 然后它跳 再立一下 再立 再立一下 弯在这 这活得也够惨的 弯在这 活得怎么那么惨 不弯在这 这样能活吗 能活 你这个好 超老师 我觉得这个好点吧 你这个木好 你这个木明显好 好点 好点 这个好像 有点悲惨的 看起来 就是你将来被加了粘 还得走一个 团一个 这不白是已经白插了两木 这个至少 你一二三四五 黑棋有五木棋 这里 你搬了粘它 你就粘上 对 一二三四五木棋 那这白插两木 白的还少两木 对 你自己少一木 亏了三木棋 至少是 没有便宜的地方 亏三木 不我第一感 总是觉得 应该跳在那的 你感觉好 你感觉好 超老师 这其实是 你明显应该跳 好像觉得 跳一个木 好一点 好 看看他实战怎么下的 他下什么了 虎了一个 倒虎了一个 虎这个 很清楚 这个棋确实 后半盘 他这个金彩赢 还是清楚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思路很清晰 他很清楚的知道 这棋的得失 自己要干啥 厚薄 他应该干什么 他特别清楚 虽然说局部的计算上 可能没有那么精准 但是不影响大局 反正 搬 挡住 搬 挡住 打尺 接上 不硬了 这很清楚吗 我刚说完他清楚 然后他就不硬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为什么不硬住呢 这是什么 担心什么呢 担心这个 别搬 不能吧 我觉得不能吧 不能吧 他还是觉得他打劫 不怕 不怕 打劫不怕也有可能 他这一带有很多结材 他这也有结材 丑老师 他打射完 他这有一队 他可能觉得 打劫不怕 刚说完清楚 刚说完很清楚 然后他就搞了一个 很悬的东西出来 应该这个下法 应该不是很清楚 65 66顶一个 他觉得 他觉得这里有结材 结上 然后提过来 提过来 然后把他打吃 是提掉 提掉 提掉 狠 提 如果成立呢 那他这个下法就是狠 对啊 如果不成立呢 那他就是臭 他刚才是黑棋提结 是吧 现在轮到白棋找结吧 对 白棋是冲了一个 白棋冲一个 我怎么看 这块棋活了吧 活了吧 哦 是个双活 是个双活 他这下恰打牵手 对 恰打牵手 嗯 那就是白棋后手双活 嗯 那他这个确实 他挺大的 这大把 对 他看到这个双活 他挺大的 嗯 75肩 小肩 小肩 贴住 骑过来 双一个 嗯 双一个 让你双活 对 比黑棋做活 嗯 黑棋要先 怎么跳一个 我猜 这 这突然就出手了 这是拼命了 这是拼了 这是拼了 哦 不是 这个有打 这 这白 这白棋不硬的话 是不是有 从这儿可以翻车 不是 就是说 现在 什么意思 现在不是 我冲完这个棋 白棋如果我提到这儿的话 你局部死了 对啊 那就这地方 能不能连回去啊 他得靠 这下打 先说团在这儿 对 做个演出来 现在局部是死了 做成一个双活 嗯 局部是死的 嗯 他就是这么下的 爬一个 嗯 现在这个棋能活吗 搬住 我没看清楚啊 他怎么活 感觉活不了 太拼了吧 感觉活不了 这拼得有点狠了 好像觉得 好像活不了 还是个打结吗 是不是有可能 还是个打结 这怎么个意思 我 走我搬 走这个我搬一个 嗯 我搬 那我打这个呢 你打我打过 是不还是能 提掉 能蹭个结 提掉我打吃 哦 我明白了 你要 你要蹭这个结 是吧 但是本来双活 变成打结活 好像白气无忧啊 哎 这 这应该不行的 我也觉得不太行 我可能也是 吴云明觉得 这个地方得拼 他不拼 可能他觉得不够了 他觉得气不够了 是不是觉得 结财也有问题 这结也打不赢啊 如果打不赢 这个结的话 去哪找结财啊 是没有 打不赢 这个结应该是打不赢 嗯 打不赢这个结 然后空肯定也不够啊 不够 这样的话 贝奇 现在我们下到这个 目前是这样子 哦 断一个 哦 刚下了两手 然后他打吃 贝奇打这个 嗯 那白气是个无忧结 这个就 白的就提 嗯 就提掉 然后他只能挤打 对我就冲过来 就冲过来就行了 你断 断一个 我就接上 接上 然后他提 嗯 我就接上 我都接上 这太 这无忧结打得也太痛苦了一点 只能弯在这打结 对 弯在这打结 是个这一块起的打结货 嗯 其实白的就算提个结 你这个起黑的也吃不消 嗯 关键你 你把这个结削了 没错 我把这个结削了 嗯 关销半天 你 你 这 这定时炸弹啊 这个起 这什么时候人家 嗯 一看结材够了 就把这个扑进来 你就混过去了 这个定时炸弹 嗯 它这现成的都有结材 这冲 应该 应该 应该不行 应该不行 这不行 现在是这样的 嗯 现在下到这个冲 下到这个冲 哎 其实 确实 这确实 金采音很强 嗯 嗯 嗯 刚才是 我们现在跟他同步了 就是白棋刚刚在这儿冲 冲到这儿 嗯 嗯 目前看来只能告诉大家 这个黑棋不太妙 确实是 嗯 嗯 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图 很明显 就是白棋有力 嗯 而且想翻盘 好像不易了 这件事情 这个差距应该是有点大 嗯 确实 嗯 嗯 所以 那这盘棋 只能是先给大家 讲解到这里了 那今天是第六盘 第六盘 明天将进行第七盘的 呃 对局 不管他们俩 如果说金采音胜出 这棋主要是觉得 觉得已经翻不过来了 确实 这一盘棋 其实还是看到 咱们还是看到 就是承认 就是金采音 他的实力 他很有实力 确确实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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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实力放在那里 嗯 所以咱们小吴 再努力吧 嗯 再努力 毕竟年轻嘛 比金采音小十岁 说实话已经 五连胜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没错 是这样 嗯 明天应该是由日本选手 上类挑战 明天日本选手 对 日本选手还剩下 上野爱小美 还有腾泽李菜 嗯 这两个其中一个 反正 他们俩也还不错 对 他们俩很有实力 也很有实力 嗯 但是我怎么看金采音 这个棋下的有点好 对 说实话 下的这么出色 这棋 下的有点好 没错 嗯 因为这棋 主要是我觉得 他下的特别清晰 嗯 就从这盘棋来看 反正就是我感觉 我上去跟他下 你也没把握 也没把 是真是没有什么把握 嗯 虽然说可能 独秒的有些地方 不是那么精细 但是大局来说 他没什么问题 对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局面把控的 也非常清楚 对 就这盘棋 给我印象精彩 因为这思路太清晰了 嗯 基本上没有给黑棋 什么机会 的确是 的确是这样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呢 将给大家带来 另外一盘 王中王的决赛 是由李轩豪 对阵范婷玉 非常精彩的决赛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